清朝末年,鸦片对中国人民毒害很深,但我们当年的历史课本上可没提一句,卖鸦片给大清朝的是犹太人。 大多数人都只知道贩卖鸦片给中国的是东印度公司,却不知道东印度公司几经争夺,最后经营鸦片的控制权落入了犹太家族之手。 近代一百多年间,犹太财阀隐藏在历史背后,显为人知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尤其是杀逊家族,他们贩卖鸦片疯狂袭金,创建汇丰银行放高利贷谋取暴力。 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聪慧的头脑,被纳粹迫害的一面广为人知。 而他们贩毒,放高利贷的另一面,还是人们曾争相效仿要学习的榜样民族吗? 清朝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时,英国基本已完成工业革命,拥有着先进的生产力。 看着清朝大量的人口,巨大的市场潜力,英国自然垂涎三尺。 清政府的国策阻碍了英国想要倾销工业商品的野心。 他们为扭转贸易逆差,允许英商向中国贩卖走私鸦片,白银就哗哗地向英国流去。 犹太人的身影开始在华夏的大地上频繁出入。 只不过他们披着英国人的马甲,我们的历史书也只写上了一笔英国人的罪状。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沙逊家族,他们是塞法迪犹太人,西班牙的分支,占犹太人总人口的20%,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来自塞法迪犹太人。 由于政局变化,中世纪,犹太人被伊莎贝拉女王驱逐出西班牙,罗斯柴尔德家族往西岛得意志,成为王室银行家,沙逊家族往东则到了巴格达。 伊斯兰教已禁止教徒从事高利贷活动,这个空子就是犹太人的机会,沙逊家族做起金融行业,一手抓住阿拉伯人手中的存款。 另一手放贷给急需资金的阿拉伯人,他们迅速做大,为整个中东的商贸人提供借贷服务。 沙逊本塞利通过出色理财能力,当上了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人称犹太人之王。 阿拉伯人禁止放高利贷当然是对的,因为犹太人只顾挣钱,对于高利贷扰乱普通人民生活,他们是不管不顾的。 后面他们又受到反由行政长官的驱逐,他的儿子大为沙逊逃到印度梦买,这是他们精心挑选的目的地,这一年是1832年。 要知道,印度的环境,气候很适合种植因素,鸦片生意在此大有可为。 但印度当时是英属殖民地,为方便行事,沙逊家族先运用金钱的魅力,获得了英国国籍。 此时东印度公司拥有英国在远东殖民统治的全权代理权,一和,宝顺和奇长洋行为巴林家族服务,控制着鸦片生意。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罗林家族在伦敦角逐金融生意,渐渐地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得了胜利。 正好此时来到印度的沙逊家族,寻求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助,双方一拍即合,共同合作将鸦片生意给抢了过来。 1833年,英国修改法案,允许东印度公司以外的公司从事鸦片生意。 沙逊家族抓住机会,伙同与英国皇室关系密切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强强合作,扫除障碍。 这时沙逊家族发现了一和的漏洞。 一和并没有控制英苏火源,于是沙逊家族雷厉风行,立刻垄断印度腹地的英苏种植园。 从此,他们几乎控制了印度和中国的所有鸦片源头,占地高达七成。 当时还有其他多个犹太家族也分了一杯羹,如加道里家族、哈同家族、亚伯拉罕家族等。 1854年,沙逊家族成为印度首富,但再多的金钱都无法满足贪婪之人的欲望,沙逊家族还要更多。 源源不断的白银从中国流出,解决了贸易逆差的问题,英政府也笑开了花。 要不然,欧洲这边喜欢进口中国的瓷器、茶叶、生丝,可是大清朝是自给自足的社会,根本没什么可进口的机会。 鸦片可是害惨了清朝,全国人民都抽鸦片,这是要亡国的节奏,因此道光皇帝派林则徐虎门硝烟,烧毁鸦片两万多箱,二百多万斤。 这些鸦片大多都是来自沙逊家族的。 狡猾的义律用英女王名义交出鸦片,把普通商贸冲突上升为中英两国的冲突,使之成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借口。 幕后沙逊家族损失惨重,沙逊家族用超能力买通了英国上层。 企图运用资本的力量发动战争,窜夺英国女王。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腐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这一来,沙逊家族不仅捞回了损失,还多赚了不少,并且继续鸦片生意,继续损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英政府得到的更多,香港也落入英国的口袋中。 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部,魔都上海的崛起与犹太人的加入密不可分。 沙逊家族号称是东方的罗斯柴尔德,1844年。 沙逊家族的伊利亚斯大卫沙逊来到中国,他在香港和上海成立沙逊洋行,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贩子。 1840到1914年间,沙逊家族烤鸦片获利高达1.4亿两白银。 通过贩卖鸦片获得丰厚资金积累的沙逊家族,开始把眼光放得更远。 他要建立一个中央银行,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变成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他当然也知道贩卖鸦片不是长久之计,还是玩金融更长久一些。 在经营汇丰银行上,沙逊家族很有手段。 1864年,沙逊家族在香港成立了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成为了英港的印钞机。 同时上海汇丰银行也成立,刚创立时还有宝顺,齐昌洋行融资,后面这两家都先后退出,所以实际控制汇丰银行的还是沙逊家族。 它也是大清帝国的发钞银行,香港是总部。 汇丰信息网络甚入清廷,左右证据,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为杀逊家族牟利。 有一则故事很值得深思,清政府的一位翻台大人到上海查办一起赃款案子,要去汇丰银行查这个官僚的财务信息。 谁知汇丰银行毫不理会,直接把他打发到银行后门,没有丝毫要接待的意思。 最后,这位翻台大人无功而返,承报外国人不让查不了了之。 原来大英政府特许汇丰银行,可拒绝清政府查询储户信息。 这一举动,无疑是充当了贪官们的保护伞。 汇丰银行对储户的信息严格保密,让他收获了一种权贵们的信任。 秘密存款源源不断地进入汇丰银行,连公亲王、肃亲王等人的财富都存往汇丰银行。 上海汇丰银行聘请习政府为汇丰大买办,买办就相当于外商在国内的经纪人。 习政府正是最佳人选。 人会事、机灵、八面玲珑、官场和社会关系都是路路通。 1874年,习政府代表汇丰银行与清政府谈判, 收盐税的权利放给汇丰借款二百万两,用于福建海房借款七十年,且利息高于普通贷款利息。 此举开创的汇丰政治贷款的先例,随后越用越熟练,用金钱左右国家主权的戏码开始上演。 就这样,国家的主权变成清政府交易的对象,之后一步步丧失关税等各项国家主权,这么多扫操作,清朝不亡谁会亡。 清政府在16年间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几乎都从习政府经手签字盖章。 他可是风光无限,上海贪买办的半壁江山都在习使家族,他还获得李鸿章保健兽二品贤红顶花灵。 由此可见,杀逊家族善于运用国人为汇丰打工,编织利益网络,各方利益者都欲罢不能。 所以,哪怕清朝王、民国企,汇丰银行依然稳坐钓鱼台。 从清末到清朝结束,军阀混战,直到民国政府,汇丰银行都为其服务,为各方资本牟利。 但不管当年的杀逊大厦多么宏伟,如今只留和平饭店,隐约一窥往日风资。 杀逊家族进入一个国家,会先为10%的人群理财,他们是最富有的一群人,一般都是最有权的。 比如皇室,此方法屡试不爽,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是及此控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命脉,绑成利益共同体,雇主想甩也甩不掉。 况且,犹太银行的VIP服务很打动人,特别是理财服务,设立基金,甚至保障第二代、第三代人的生活,帮客户子女定制生涯规划,创业开什么样的公司都考虑好了。 这样贴心的金融服务,富豪们如何能拒绝? 杀逊家族带动其他犹太家族共同在上海吸金,比如原本给杀逊打工的哈同家族建建独立门户,成为上海南京路上的地产大王。 家道里家族投资煤气、电力、橡胶等,安洛德弟兄创立中国公共汽车公司,不亦而足。 1930年,杀逊家族成为上海滩理所当然的首富。 他们在上海建立犹太社团、犹太会堂和犹太公墓。 上海真的算是犹太人的东方诺亚方舟。 1900年,他们还成立了救援中国犹太人协会。 直到日军全面侵华、国共内战、美苏冷战等原因,犹太商人才陆续离开上海。 中国人讲究地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们来看看来我国避难和经商的犹太人究竟是怎样回馈大度包容的中国人。 1840年后,有几批犹太人先后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不同。 欧洲塞法迪犹太人来到中国的目的是经商赚钱,还有一批俄国犹太人是因为当时的反游声朝而逃到中国寻求避难的。 最后一批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在纳粹德国迫害下,逃难的犹太人来到我国,这些犹太人加起来达五万之众。 上海真的是犹太人的东方诺亚方舟拯救了那么多犹太人。 他们却反客为主,想在东北完成他们的复国之梦。 来中国避难的犹太人反复和日本人谈判河豚鱼计划,想把中国的东北作为犹太人的复国之地。 得到日本人的承诺后,犹太资本与日本没来延续。 1939年7月7日,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与分析的报告,标志河豚鱼计划正式实施。 不过此计划很快破产,因为日本战队选了德国。 犹太人白高兴离阵,黑龙将前来很多犹太人,也都是抱着狼子野心的。 日俄战争时,美国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向日本借巨额贷款,打赢沙俄。 所以,发战争才的犹太人简直是熟门熟路,唯恐天下不乱。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一次次驱逐犹太人? 如果他们为当地社会带去积极力量,立天下而为之,人们怎么会驱逐呢? 他们犯鸦片到我国,那么我国人按理也应该要驱逐他们, 让我国人稀释鸦片,用心险恶,他们自己怎么不抽鸦片呢? 往我中华之野心昭然若揭,还妄图要在我东三省土地上复国,真正是以仇报的。 上海和哈尔滨收留逃难,犹太人打五万之多,却丝毫没有感恩之心。 到如今,香港顺利回归后,汇丰还支持乱港分子, 后又泄露华为信息给美国,孟晚舟事件也是汇丰手笔, 他们对我中国就没有丝毫情感吗? 毕竟在我国生活过那么久,一百多年,养不熟。 犹太人在中国西斜百年, 造就如今还存活的汇丰银行,一百多年的古董银行该歇歇了。 汇丰银行在内地的分行一次倒闭,市值大跌, 它已经在国人心中完全失去信任度了。 网上部分言论过于偏激, 陷入看不惯别人又干不掉敌人的陷阱之中, 犹太人发家的手是血腥而无道德底线的。 但是,部分优秀的犹太人也的确是人类的楷模, 如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 这些泰斗级人物是人类的骄傲, 该学习的地方要学习, 该摒弃的劣质要摒弃。 犹太人的现象也是每一个种族, 人类所面临的。 犹太人有善恶, 日本人有善恶, 黑人也都有善恶, 不以而足。 犹太人的确厉害, 怪不得复国成功, 如今变身恶龙, 给巴勒斯坦造最大的人间露天监狱。 屠龙者忠诚恶龙, 人的善恶是在转化的, 生存会压倒一切道德, 无底线的人类不独犹太人。